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最近新闻来看到 国粉引颈期盼的iPhone6与穿戴式装置 近日消息不断 加上外资上调苹果供应链厂商的目标价 已让国内包括了 河硕、鸿海、大力光等苹果供应链大厂 信心大增 华金日报引述分析师看法 认为台湾厂商在新一代iPhone商品中 仍占有重要地位 新一代蓝宝石面板搭配大萤幕尺寸 苹果iPhone6手机尚未正式推出 已经吸引众人的目光 预估高产能的供货需求 也带动台湾供应链厂商的营收 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分析师的看法 iPhone6各部位零组件生产 虽未公布名单 但台湾多家厂商仍将扮演重要角色 包括iPhone的金属机壳 可能由台湾可乘生产 相机镜头则有大力光 以及负责组装的鸿海与核硕 而外传台积电也渴望加入苹果供应链 苹果年度大胃后 传出下半年将进军穿戴式装置iWatch 除了网路上流传的各种概念机设计 日前还曝光名为iTie的专利设计概念 而零组件面板的供应商之一 将可能是由长期与苹果合作生产iPad的 光电大厂成功之下 应该是我想整个今年度主轴 市场上大家都在台湾的 就是穿戴装置 我想多客户都在下半年要开始推出 我们等于是从零开始嘛 所以everything is a plus very good 孙大名也表示 虽然目前市场需求有明显转变 但整体市场仍是相当乐观 在高端的智慧型手机 还有大尺寸的平板 然后在Notebook 我们看到Notebook持续在加温 这个再加上我们有新产品的组合 也是在下半年会出来 所以下半年的整体应该是还是很不错 外界预估在iPhone6与iWatch拉获效应下 加上第四季为手机旺季 台湾供应链厂商下半年成长可期 新台电视胡宗瀚 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